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近些年来才开始崭露头角,就在前段时间,凭借湖南卫视的生灵奇境又被缺了一波粉丝,他是当之无愧的男神代表,他是娱乐圈中的第一宠妻狂魔,撒狗粮的方式也是与众不同,并女促不及防,就给吃了一大碗狗粮,他的妻子是演员沈佳咪,两人是凭借电视剧而结缘的,两人的恋情走的也是低调的路线, 在2013年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随后过了两年有了两人爱情的结晶,是个暖心的小公主,而如果你在微博上关注了朱亚文之后,你会发现在她的微博上最多的,就是她的妻子与孩子,作品倒是其次,这满满的幸福感真的是令人羡煞不已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场踏去的生灵奇境呢? 声音一出场就惹得全场女生尖叫,实在是太有词性了,那声宝贝儿,你还记得吗? 在这档节目中,朱亚文还自爆在家中一些称呼自己的妻子的亲密的称呼,有宝贝,孩子,老婆等等,她还说自己最喜欢的,是老婆素颜的时候的样子。 当主持人问,是不是因为化妆品的价格的原因呢?这时候前方高能了,她给出的第一个是化妆品妻子,是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,而这不化妆是因为到时候亲密的化妆品的价格。